字幕组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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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玩的一个游戏 就是找一个折瓜出来 这里有这么多的瓜 其实只有一个是折瓜 其他都是冬瓜 在游街实现 都一样很多游戏玩的 很多藝術家都會做很多融合 其實冬瓜和節瓜都是融合出來的 其實它兩個品種本身都是親兄弟 而這些親兄弟 很多人有一些叫都市傳聞 就會說節瓜是比較小的 節瓜有毛的 所以叫毛瓜 所以冬瓜是沒有毛的 其實這些都是錯的 因為節瓜和冬瓜小的時候 整身都是毛的 而它們大了 大小就有些分別了 不過現在很不幸地 又出現了迷你冬瓜 迷你冬瓜最大都是十多斤 節瓜都是可以十多斤 所以現在這個界線是越來越模糊 唯一可以分的 可能是廚師 或者我們吃 因為節瓜味道和冬瓜完全不同 大家都知道 還有一件事 節瓜通常有些品種 它的演變會很大 比較瘦長一點的節瓜 它們是比較粉 冬瓜也會有粉 但是比較少一點 印度的冬瓜就會有些是粉 現在我開一開估 這一堆的 就是瓜 好像這個很多毛 可能很多人都會猜它這個是節瓜 不是 這個都是冬瓜BB 即節瓜只有這個 看樣子 看模式基本上沒有分別 那麼節瓜 它那個真的要分 可能就要種它出來 由一條苗種到它可能有 一條藤十幾二十尺斤的時候才能分到 因為節瓜和冬瓜的分別 其實節瓜的節字 可以告訴大家為何它和冬瓜不同 因為冬瓜在那條藤上面 每隔十幾二十折才會有一個或兩個 的冬瓜仔出現 但是節瓜不同 節瓜基本上可能隔一兩折 甚至每一折都會有這些瓜仔出現 所以又叫節瓜 而且節瓜因為它很小 就會摘下來 整身都是毛 所以有人叫毛瓜 但是冬瓜就不會很小過收 因為小過收 它的瓜味就沒有那麼濃郁 這裏有那麼多個 就只有這一個是節瓜 另外 有些人會覺得 選瓜就要盡量選一些直身一點的 也對的 好像這個握腰的 其實握得比較明顯一點 上闊下闊中間就收窄得很厲害 通常除非品種是特別一點 有些祖廚品種 譬如瑪利魚那些是收腰一點點的 但一般那些不會收腰收得那麼厲害 收腰代表什麼呢 就是那隻瓜 它吸收養分的時候 到後期就慢了下來 頭尾沖出來打一塊 中間就不夠養分 所以這些是比較差一點的 譬如說上下比較均稱的 都是比較好一點的 另外就是多毛 多毛的新鮮 就像這個冬瓜仔 昨晚才摘下來 未夠十二小時 而這個節瓜 你見到它脫掉了毛 其實已經收了有一兩天 它在雪櫃裏面也會慢慢繼續脫毛 所以冬瓜人節瓜 本是一家 他們的味道有些不同 食療不同 冬瓜比較涼 節瓜正氣 但其實他們也是親兄弟 如果你把兩樣瓜 綠在一起 再流腫會打亂腫 出了一些不知是節瓜和冬瓜的東西 亂入 做藝術家都很喜歡 但其實做肉種或農夫 都會做這些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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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